首先选择实验的检测的波长 然后从这里 就是可以选择第一个波长 比如说450 然后可以选择第二个波长 比如说630 然后可以选择检测模式 快速和普通的两种模式 一般的话就用快速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OK 这里就推出这个检测模式 然后再选择测试检测的次数 就是一般终点法的话 就选择设置是一次 然后选动力学的话 那么就可以设置1到99次 然后这个动力学的话 就是可以设置这个检测的间隔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比如说 现在就选择检测一次的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震动选择的话 也可以先就是选择把震动打开 然后震动打开呢 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设置 就是这个是震动的时间 然后 然后选择震动的速度 震动速度的话是有三种速度可调的 然后就是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 然后这个模式的话 这个是首次和每一次的话 这个模式是就是前面的那个动力学和中间法的这个不同 所选择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做动力学要检测 80次你可以选择就是第一次震动一下 后面的都不用震动 然后选每一次的话 就是就是你每一次检测的话 就是都要先震动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暂停时间 就是指在你检测震动之前 检测之前的话 就是有一个暂停 就是等待的时间 这个相当于是就是 就是给予那个样品的这个反应的时间 然后推出这个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是板的布局 板的布局的话 这里有就是六七种这个样品的类型 首先SD的话SD0102这样的话 就是表示是标准样品 然后就是你可以选 根据你在板上的设置的话 选择标准样品的位置和数量 然后就是设置标准样品的话 就是这里还要可以 就是设置每个标准样品的浓度 就是在这里就是输入浓度 就是这里可以输入浓度 然后这里单位也可以选择 然后就是位置样品的话 就是我们默认的都是位置样品 就是我们所有要检测的样品 然后BK的话是指空白样品 就是我们在板上加的那个空白溶液的位置 可以选择就是单个或者是多个的 然后EP的话是指空孔 就是等于是我们没有放样品的 不需要检测的孔的设置 然后NC的话是阴性样品的设置 就是我们的那个4G核散比如说有要求 有设置哪个是阴性样品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阴性样品 区域设置 然后阳性样品的话 那么就是设置阳性样品的区域 然后最后一个是QC是制空样品 制空样品就是总共就是最多可以设置9个 就是等于是也是一样可以单个 或者是多个的去设置 然后就是设置好了之后 那么去点OK 这样的话就是后面就会根据你设置的样品的性质来分析 然后这里的曲线曲线是指 就是我们如果设了标准样品 就是进行拟合的这个曲线 有线性的4PL 还有样条曲线 点对点和那个就是直线因子的这个 这个曲线 然后这个处理方式的话是刚刚设置的那个波长那里的 就是双波长设置的时候 可以就是对于两个波长的那个就是读数进行处理 比如说波长一减波长啊 波长一加波长的这个处理 然后动力学的这个的话是指动力学的分析 就是说动力学测完之后 你可以就是对它进行一些就是就是各个类型的分析 比如说平均数率啊最大数率啊 还有就是最大数率时间啊等等这些设置 然后设置的话就是可以分析的话 也可以比如说是从第一个点到最后就是最后一个点进分析 还是比如说去中间的比如说第二个 到第九个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分析方式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去进行选择 然后这个是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的话就是说根据用户的需要就是我们就是设置的一个预值 就是比如说判断出这个值是超过多少 然后就是超过这个预值那么是阳性 就是小于这个预值是阴性的就是这个设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就是预值的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百分之五的预值的话是设置的是一个弱阳性的这个设置 然后这里可以设置就是说是大于这个预值是阴性还是小于这个预值是阴性 这个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去设置 然后这个是支控样品 支控样品的话就是说就是刚刚设置的支控样品一 那么比如说它的目标的目标值是多少 然后我们允许的偏差是多少 这样就是去设置 这样的话就是检测的结果就根据你允许的偏差 然后来判断这个支控是不是通过 然后就是这些设置完了之后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点这个进出餐的这个设置 然后把我们需要检测的样本放进去 这个检测的样本的话一定要放平 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会在仪器中脱落 就是这个一定要让它放置牢固 然后就是全部都设置好了 那么就直接点运行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在大概在9秒左右一次的话检测完成 这里是设置了有震动的时间 所以它那个时间就是会比之前的要听 还有一个我们检测检测的时间是实际上是包含了 就是进仓的时间就是就是样板进仓的时间 然后这个就是检测的结果 然后就是说检测结果就是可以在这个数据报告这里去查看 然后就是可以选择哪个检测时间的这个样本 然后点击打开的话就可以直接查看到这个之前的检测的实验的数据 也可以右盘导出 就是这里可以直接点导出的话 插上右盘就可以导出 然后我们也可以外置的打印机 可以热明打印机有外置的可以打印 这个外置的是选配的 选配 好就这样 好就这样 好